如果有人跳下來都在我這邊 對啊 因為面積很大一定接得到 對 給我一個敏感體質的朋友 他說說 很多人 那時候去 因為我都在看內湖那邊 就像我剛剛講 我幾乎看的都是 可能比較偏的內湖 但我要看的都是可能比較港錢 或者是文德那兩站的內湖 但那邊真的都太貴了 就是隨便 這我滿喜歡的 一問講 喔 一億 我後來看的基本上都是 有夾層的 那夾層那個很麻煩 中樓 對 那個樓中樓其實夾層 我會麻煩 我住得很好 對 但如果裝潢被人家尿的話 住來場 我當然有看到一間在 你家對面 我家對面 OK 我知道哪一 對 然後那邊也是一樣 又是一個夾層 等於說那時候在考慮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 因為那個房仲一直跟我說 這邊很好 這邊很棒 但是他的夾層的樓上 就是硬生生一個超大超粗的樓 然後房仲說 你知道嗎 這真的很好 是 趕快賠 對 真的 這個重點是他這個 他搶手 你不買可能很快就賣掉了 而且我跟你講 住進去睡眠品質都很好 一路睡到不會起床 對 常明 有樓 單是說有一個樓壓住 對 壓樓 這樣睡他樓是在這兒 太壓力了吧 真的假的 那個早上起來如果 有沉伯伯的話 那真的會頂到 直接頂到 後來我就去看了新店 那個新店我看到一間 那一間跟我平常探險的 幾乎是一樣 這麼恐怖 但他說是三二 二十幾年的花巷 搞不好你來路過你忘了 進去那管理員是沒有血色的那種 真的 他就臉這個是白的 我想說 我覺得我那時候問我媽說 你有看到那裡有一個管理員嗎 我媽說有 我剛剛正要問妳 妳有看到那個管理員嗎 我看見了 哇 上樓之後 到底多誇張 整個就 那個你一進去 有些房子就是 你一進去你就覺得那氛圍不對 有的 對 就是一個很直接的 一進去 感覺就不對了 我就很想叫老師 就像很像錄節目一樣 就東看那些看 不錯 它是三加一房 所以算蠻大的 公設比也低 它有個超級爆炸大的露台 但是露台差不多 就跟攝影棚差不多一樣大 太嚇人了 不可能 就是我們灰色這一塊地 你這個要清潔很痛苦 這不可能太多 那你要搭帳篷 這個可以 那麼大 可以在裡面辦大隊接力的那一種 就是可以跑的那一種 不錯 然後我就往上看 發現 對啊 真的 我就這樣頭默默的往上看 就好像也不太好 因為面積很大一定接得到 對 對 後來我就想說突發奇想 我就有這個觀念之後 我就拿手機起來開始錄一圈 我說喔 然後傳給我一個敏感體質的朋友 他就說 很多人 很多人 他們在玩大隊接力 很熱鬧 他們在猜哥海選 他們真的在錄影 在台隊 比我去主持南部 猜哥海選還多人 真的 比高雄還多人 後來我就 很多人了 趕快進去屋內 因為屋內也拍一下 他就回那個 他說 講錯了 不是 對 我就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嚇到我就問房仲說 這個 因為是有個房仲 因為他有帶了一個當地的房仲 也是兩個房仲 就說這邊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他說 他說 既然你都問到了 那我就說吧 我說還真的有 還真的 他說樓上有個青森的 對 樓上有個青森的 所以就下來到你這邊了 他沒有特別講什麼原因 但就是青森的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那你不是應該先跟我講 要揭論 對 應該先跟我 但他可能覺得是隔壁戶 所以他就沒有特別講 加上我可能問了 對 他可能覺得我感應到了 所以後來他就講了 然後那間的氛圍真的超 他地下室是超級暗的 那停車場基本上沒有燈的 蛤 然後停車場跟垃圾場有一起 我的天啊 德軍你學壞了 確實德軍 確實德軍 小阿咪 那個房仲 他是敏感體質的 他感覺到不對勁 他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回去之後 他就打給我說 你有看到我的萬寶龍鋼筆嗎 不見了 蛤 他又一個人回去那個鬼屋在找 整個照片都沒有找到他的鋼筆 就這樣憑空消失 他就覺得那間氣場很奇怪 是Michael Jackson嗎 畢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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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